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机会有多么难啊 我们是没得挑的 可你这样也太让人难受了 以后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能不能分开啊 你不要每天心思都在我这里 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也会影响你的 我好不容易才进剧组 又好不容易才能演上戏 我不想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知道了 我不会影响你的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知道吗 现实人姐对我特别好 你看 她还把她的衣服给我穿呢 应该是应该努力打动了她 现实人姐是靠拼命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啊 您找有药擦她吧 好不好 不用了 你去忙你的吧 记住我说的话 公司分明 嗯 这丫头 非把我挤白了头才行啊 喂 陈超 好 你办完事打给孟非 问问她在哪儿 好 一会儿来剧组找我 就这样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一点心意 你现在是人气下滑 拿我做绯闻是不是 我跟你的绯闻已经满天飞了 你现在是画车天足 不管你怎么挖苦我 我都不会生气的 我是诚心诚意来向你道歉 哎哎哎 够了够了啊 有完没完哪 不用你给我道歉 看在我对孟非就像对自己亲妹妹一样 不能扯平吗 吴珊珊 平常你的眼里不是容不下男人吗 你今天是怎么了 哦 我知道了 给男人骗了人又骗钱 现在来拿我当救命稻草 是吗 胡痴 喂 喂 珊珊哪 这不言可不行啊 闹这么大一误会 我给她鞠躬了 还打了她两巴掌 还怎么面对啊 我真的想跟她道歉 可是她也太过分了吧 干吗非要把人家的伤疤再接一次啊 是啊好了 误会误会 这徐峰啊 她她她顺口说说 她不是有意的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徐峰和孟非很小的时候 她们的父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兄妹俩呢 相依为命一起长大 现在徐峰红了 她生怕因为自己的名声呢 给妹妹带了什么麻烦 所以呢 她就不希望别人知道 那个孟非就是她的妹妹 就连我都得替她兜着 你说现在因为你 兄妹俩关心闹得这么紧张 她能给你说好话 给你好脸吗 可这能怪我吗 她给人的印象 一向都是完事不宫的花花公子 不误会她野蛮 有时候呢都是工作需要嘛 我知道你是好心的帮孟非 你做得问心无愧不就得了吗 等以后她们兄妹两个 这个姐解开了 说不定啊 回过头来还来感谢你 能信吗 可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看这事 还得你董总出面做个合适了 不然 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她了 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嘛 总堵在心里 人就变得不豁达了 行 我回头呢 找徐峰谈一谈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和徐峰 把这部戏给我演好 你知道吗 你也裂落不上 这丫头 手机不接短信不回 这样子闹脾气 她到底想怎么样 陈超 你先回去 如果碰到孟非的话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峰哥 珊珊姐 这是今天下午 您借给我的衣服 现在我洗好探好 还给您 我看这件衣服 你穿的也挺合身的 你就拿去穿吧 不行 这么贵重 我不能要 这也算不上什么贵重 这样吧 你明天帮我办件事 就算扯平了 您要我办什么事 我一定会办到的 你帮我找找孟非 我给她打电话 一直都打不通 如果她能来见见我 那就最好了 我帮您办事 是应该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能要 行了行了 就按我说的办 好 那谢谢你 轩人姐 清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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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看吗 好看 山晓姐送你了 嗯 你没见山晓姐大衣柜里呢 又数不清那衣服 真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 来 上车 李鑫啊 用没有送你的 不用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骑自行车呢 玩浪漫 男朋友 行 我先走了啊 拜拜 坐后座屁股会痛 你先骑车回去吧 我自己做工骑车回去 公车站 离这儿还有段距离呢 我帮你带过去 不用了 我自己走过去吧 汐儿 汐儿 嗯 这样 你把车骑到公车站 我不跟着你 你把车扔上就行了 待会儿我自己走过去去 来 打着 陈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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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儿 怎么了 汐儿 呀 衣服弄脏了 没事没事 可以洗的 可以洗的 来 你就是这样 现在高兴了吧 你的腿没事吧 没事 那我们聊聊吧 那我们聊聊吧 好 很紧的没找吧 你坐这儿吧 没事 这坐坐这儿了 挺好 陈翘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 如果我看不起你 就等于我看不起自己 但是 在野人圈里 你要是不偏 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你要是不体面 就会有人看不起你 所以 我们不得不专注于工作 不得不言不由衷 你明白吗 我明白 行 你要知道 我这么拼命地赚钱 其实我也就是为了想 想给你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条件 我现在看你慢慢接近演艺圈了 我真的 我从心里面特别特别高兴 但是 但是 但是我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看到你能演戏我 我特别高兴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你为了演戏而去吃那么多的苦受 那么多的委屈 每次我一看到你吃苦受委屈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疼 每次我一心疼我 我又 我又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没用 我 你俩又欺负你呢 你们两个人怎么都会在家呢 是不是我哥又欺负你们了 我告诉他他要欺负你们 告诉我我饶不了他 没有 风哥让我来看看你 山姐让我来找你 这两名大将都动员起来了 我不就是消失了几天吗 至于这么紧张啊 你这几天干嘛去了 断绝一切现代化通信手段 我散亲去了 山姐让你去剧组找他 别提剧组了 我饿了 咱们去吃宵夜吧 好啊 我 我就不去了吧 干嘛呀 我在剧组吃过了 一点都不饿 孟非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咱们也去吧 别 我不去了你了 我躺一会儿 德行 馨儿走 咱俩去 去去去去 别换鞋了 就楼下 走走走 好 Lost those i 过多了 你 面 我 有 我帮你带宵夜回来了 那么快 你不去吃夜宵就为了洗衣服 我是看你在那搓 这上面沾了油斑它是搓不掉的 得沾上点汽油慢慢的搓 这不是山山姐的衣服吗 对 是山山姐送给我的 然后我回来说不小心你蹭脏了 哎呦 陈超 你真是绝种好男人 对心是太无微不至了 来 心啊 快 奖励一个吻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奖励了 我接受了 我去给我妈打个电话 告诉她我已经上戏了 好 去答 替我妈也好啊 喂 舅舅 我家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我妈在你家 喂 妈 什么 那你先别着急 我想想办法啊 你可是大忙人 有时间跟我喝杯功夫茶 这一杯喝下去可不便宜啊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那就说吧 再不说 茶都泡淡了 你和珊珊的矛盾 我看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绯闻是你想出来的呀 把我们的矛盾放大 不是更有宣传点吗 你看 这火怎么会烧到我身上来的呢 其实孟非的事啊 那也是珊珊为了保护孟非 才给你产生了那么多的误会 她到底哪里有毛病啊 她以为我对飞飞 有什么不轨的企图你知道吗 我就告诉你 全世界的男人在她眼里都是禽兽 她还说把飞飞当成亲妹妹一样 想气死我吗 我看差不多 那她真的有病 是 心病 其实啊 珊珊是有珊珊的问题 但是啊 我是亲眼看着你们 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都不容易 都有牺牲 你今天来 是跟我同说革命家使的 我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再这样僵持下去 你经常说我是商人 我开口闭口都是钱 不错啊 从我的利益来讲 你们现在的状态 是吧 影响派气 影响进度 那剧组多维持一天 那是不是要多花一天的钱吗 反正你什么事都可以和钱扯上 其实珊珊啊 过去也不是这样 她是因为被男人 骗了人又骗了钱 还不止一次 被男人骗了人又骗钱 现在来拿我当救命稻草 无耻 算了算了 算了 咱不说这个 这是人家的隐私说多了不好 总之 我是想告诉你 她是被男人伤怕了 我哥又放你价了 你就不怕他扣你工资 不会啊 上个月三千块 分割一分都没少 给我了 你以为三千块很多是吗 不错啊 我寄回家一千 然后剩下两千除了日常开销 我能存下不少的 来 夕阳 你怎么了 没事 别瞒我了 我昨晚听见你跟家人通电话了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爸去年拿房子做抵押 跟人家借了好多钱去炒股 可是全都赔了 现在人家要收回房子 我爸妈只能住在大街上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现在躲在我舅舅家 要不是我打电话 他们还不告诉我呢 那 那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五万 你说怎么办呀 咱们去哪儿拿这么多钱呀 你 你别着急别着急 咱们想想爸爸啊 办法肯定会有的 不在 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对 咱们分头去借 我去问安琪 收集下包就走 你可以管我哥借啊 我倒是有几万块钱 但是刚借朋友 那怎么办啊 陈车是你男朋友 让他想爸爸呗 他有什么办法啊 他一个月才挣三千多 就算是不吃不喝 那要等一年多 我能等得了 那我爸妈可等不了啊 嗯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帮你问问朋友 有消息了给你打电话 嗯 那麻烦你了安琪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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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艾薇到新款了 那你给我留着 我下午就过去 谢谢 写个签条吧 哦 我帮你 是让你帮我招股猛飞 我知道 风哥 好了 谢谢风哥 那我走了 好 彭哥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帮帮我吧 馨儿 不是我不肯帮你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好 这样吧 我找个朋友问问 看他能不能帮你 谢谢彭哥 不客气 好 馨儿 他同意了 你来听吧 喂 你好 馨儿 我先说 你先给你帮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 那你到处理了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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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走 我先走 你不走 我跟你走 我先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子的事我不想告诉你 可你爸非逼我说不可 你不用担心 我和你舅舅舅妈商量好了 在他家先住着 他们家有二层小楼 能云点来给我和你爸安身 可舅妈对你一直没有好脸色 她怎么会同意的 你就一个舅舅妈真有事 她也不能入网 你别听她的 什么二层小楼 你跟没良心的舅舅让我们睡柴房 你要不想办法 一给我动 你妈就冻死人家了 就少说两句了 妈 您放心 我也就丑到钱了 您就好好在家住着吧 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理我了呢 随便坐 孙总 我这次来找你 是有事想麻烦你 叫我孙昊 你的事对我来说都不麻烦 喝点什么 不用了 我待会就走 我这儿 你坐 给 孙总 我 孙昊 孙昊 我想向你借五万块钱 不 四万八千四就够了 这叫麻烦事 我家里有点急事 所以今天想 其实你不用说那么多 你能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想到我 我就已经感觉到受宠若惊了 之前我也送过你那样这样的东西 但我知道 那些都不是你最需要的 现在总算有个机会 让我真正感觉到帮到你了 这些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那些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 很多都是因为开始借东西 最后发展成恋人的 这一借一还 就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我开玩笑的 这些钱不算什么 千万别把它当作负担 你就轻轻松松的做你任何想做的事 还有 有我在 永远不要为钱的事担心 我已经很麻烦你了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只要你肯赏光陪我吃顿饭 价值就远远大于这些钱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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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约了人谈事 你去哪儿 我送你 我 我回家 嗯 走啊 还处在那儿干嘛 嗯 孙总 谢谢你 是孙昊 走 你没事在家装雕塑啊 我问风哥借钱了 那不挺好的吗 欣儿的事就能解决了呀 可是我找不到欣儿 哎呀你别跟小媳妇似的 遇到点不痛快的事就胡思乱想的 欣儿肯定去找珊珊姐了 这在设置组里是不方便接电话的 然后这样就好了 你赶紧再打一个吧 别误会了 欣儿 再打一个 来 男朋友啊 切啊 不是 一个无关紧要的朋友 听听这个 这是我在酒吧唱歌的录音 没信号啊 关机了 那肯定是没电了 你跟我不是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吗 走 咱们去小药店里吧 去干嘛 当托儿啊 我不会做生意 就凭你这忧郁的气质 往店门口一戳演个雕塑 那生意肯定好 你知道笑话吗 你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 走走走 接地气也好 快 谢谢 谢谢 星儿 明天有空吗 一起吃饭 嗯 等一下 早就应该给你了 可每次听都有一些舍不得 这个真的要送给我吗 当然 你喜欢就好 陈超 洗的衣服还没晾呢 洗衣服 我没洗衣服啊 哎呀我就不能起过一次 快帮我晾衣服去 你这衣服从来都是干洗的 你是 陈超 你耍流氓是不是 干嘛你 你冷静点 星儿 她是不是对你耍流氓了 孙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你跟她说什么对不起啊 我告诉你孙昊 星儿是我女朋友 你最好离她远点 看在星儿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倒是怀疑了 你真正了解星儿吗 她是那种对爱情随便的人吗 如果你真的信任她 就算我追她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除非你已经意识到 照顾不了她了吧 这个不用你操心 有我一口吃都不会让她饿着 这也叫照顾啊 以你现在的条件 就算给她买个东西都要算计 更别说她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 帮助她了 你要真为了她好 就别拖累她了 好好想想 陈畅 让我想想是吧 陈畅 让啊 星儿 星儿 你放开她 陈畅 我的忍难是有限度的 你还要干吗 陈畅 陈畅你给我冷静点 陈畅你够了没啊 陈畅 陈畅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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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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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陈畅 该道歉的是我 是我让 陈畅 陈畅你还先走吧 我去找陈畅 我去找陈畅 欣儿 找到陈超了吗 没有 你也是 之前捅出那么多妖蛾子的事了 你干嘛还跟那个姓孙的来往呢 孙总他是个好人 他对我很尊重 而且他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过分的举动 这种人穷得只剩下钱了 他对你好 无非就是想把你骗到手 千万别被他的行为所蒙蔽了 如果他非要这样对我 那我也没得可选择 什么叫没有选择呀 孟非 虽然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不卸的那些东西 恰恰是我最需要的 所以你不会明白的 那也要有自己的原则吧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谈原则的 孟非 我是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 你呢 你就已经有护照 可以满世界跑了 当你的衣橱里 全部都是名牌衣服的时候 我在刚刚认识那些牌子 你住这儿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你有成钞 你还不满足吗 孟非 如果可以交换的话 你愿意拿你的身外之物 跟我换成钞吗 我愿意啊 你是不会明白的 哦 对了 沈渊姐他请想你的 你明天去看看他吧 哦 我知道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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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